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文娱新天地 我是依林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在近日的热播剧《景星四域》中 演员何鸿山再次饰演了腹黑角色 因为出演了太多反面角色 何鸿山自己也有些困扰 甚至向各位导演们喊话 真的想演个好人 电视剧《景星四域》 讲述了明朝中期 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仪 和罗家庶女十一娘 先婚后爱 携手成长的励志爱情故事 男女主人公钟翰良 谭松韵天天发糖发不停 可是戏里的反派们 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 演员何鸿山就扮演了一个 用尽心机最后一无所有的乔连房 我们进去吧 哎 姨娘 姨娘 老奴好心提醒您两句 今天是您大体的日子 这伞与伞结音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把伞收了 拿现在的话说 乔连房是戏中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角色 出身名门又聪明伶俐 可是她却为爱生出执念 尾身嫁入许府 却又心有不甘 真的是四个女人一台戏 很好玩 有一场戏就我记得是 石姨娘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 然后刚刚嫁进来 然后我们三个要去给她敬茶 然后就一个简简单单的 一个敬茶的动作 三个人就演出了不同的性格 茶水滚烫 孔伤其身 夫人小心 既当其位 必成其重 乔姨娘不必担心 徐甫内宅之中 主母石姨娘善良能干 文姨娘大大咧咧 秦姨娘稳重内敛 至于这个乔姨娘 她傲慢骄纵 一肚子坏水 人前她是楚楚可怜 让人心疼的模样 人后她用尽阴招 陷害身边人 联防 不敢请求太夫人原谅 但是太夫人 您一定要相信我 联防 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半题 不利于学家 不利于豪业实事 我是乔家敌女 身份尊贵 她只是一个兽女 才能与我相提供 坏事做尽之后 乔姨娘的恶行 终于被一一揭穿 这场下线的重头戏 何鸿杉也是演得格外过瘾 万哥跟徐姨娘都已经超时了 还在帮我打那场 特别特别大的 侯爷 我也是你的女人啊 可你为了她 既然出现几率的棋票 我得推得起我吗 你先是毒害了原谅 又多次陷害十一年 欺骗我和太夫人 您又对得起谁啊 我演得很过瘾 包括里面的情绪 转折 然后演完之后 就像是你 经过了这个人的一生死的 就是这么一个可恨的人 怎么会突然之间 就变得可怜和可爱起来了 她把她的爱恨情仇 统统统都表现出来了 说起来何鸿杉这样的反面人设 有点似曾相识 在她前一部被热议的电视剧《如意传》里 她饰演的白蕊姬 也是一个爱险山露水的后宫家人 才华横溢的白蕊姬心术不正 悲惨一生 和乔莲房不同的是 白蕊姬身上还带着一股子狠劲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整部戏的第一场 我就是要打她 所以那个心情落差是非常大的 而且当我见到 勋姐第一面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迷命的状态 然后跟她四目相对 之后五分钟我就要抽她了 整个人很不好 何鸿杉在《如意传》中拍的第一场戏 就是鞭打周迅的这个桥段 这还不够 掌握的戏码还在后头 你这个东西 其实我就根本下不了手了 可是迅姐她就采用了两个战术 第一就是先安慰我没关系 你看你之前都已经打过我了 反正你这个耳光打下去就 就能够刺激到她嘛 后来她又采用了另外一个战术 就是威胁 何鸿杉你打不打 你要不打我怎么过 我好紧张 接连两部戏都坏出天际 就连何鸿杉自己也都坦言 身心疲惫 她也通过社交平台 向导演制片人们喊话 再也不想演坏人了 从爱情进化论到绝爱 再到云颠之上 何鸿杉饰演的角色 不是抢姐姐男朋友的新金女 就是给女主角使绊子的白莲花 前不久的《流金岁月》里 她饰演的圆圆虽然上进努力 但是也是为达目的 自私自利的主 所以你男友在欧洲 我正式向他提出了分手 因为我喜欢上了另一个人 你 那我也直接跟你说 我是女朋友的 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 而当初何鸿杉愿意开这个头 正是因为演反派充满挑战性 有一次找我演 让我选一个角色 我就选了一个大反派 而且是反转的大反派 就前面特别楚楚可怜 后面特别特别浮黑 我说这个角色演起来 好有挑战性 其实后来才理解 原来这么多的人生攻击 演着演着 《横红杉坏女人》的标签 就这么被贴上了 因此带来的各种困扰 也是她想摆脱 这个标签的重要原因 因为角色演多了 你会把一些角色的 不好的毛病 带在自己身上 我通常都还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给排除掉 他们那些观众 在看我演正面角色 他们会觉得 这个演员这么假 他怎么还在演正面角色 为什么现在还有导演 会找这个演员演正面角色 记者李培志编辑报道 钟立提和先生张伦硕 近日在上海亮相 好久不见的姐姐 气质依旧满分 性格依旧上了 中立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钟立提 钟立提的美美亮相 都是长发披肩 长裙脱地 净显女人味 不过她坦言 私下里的自己 更偏爱运动风 我每天都热唱里 我比较喜欢穿一些收衔 所以比如说运动服 就是都会用这些材质 说钟立提是运动男人 一点都不为过 在早前夫妻俩参加过的 综艺节目中 她就已经展现出 自己对瑜伽这项运动的热爱了 同时也是因为钟立提的 言传身教 女儿们也是能歌善舞 全方位发展 母女在一起翩翩起舞 不管哪里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舞台 特别感恩我的老公 先生可以陪我们跳舞 真的很谢谢 因为我自己喜欢 我们都很喜欢 特别喜欢 是一个好的方式 可以健康 年轻 可以解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跟我们一样了 每天都跳舞 尽管张伦硕和钟立提 是对堪明的父母 但是该管教的时候 也毫不客气 那么他们究竟是 虎妈猫爸还是虎爸猫爸呢 他会严格 他兄弟说我也会懒 我兄弟说他也会懒 因为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 黑白脸 然后自己 我老婆就是聊 他聊不管用了我就上 一般是要支持孩子 尽管不要跟别的孩子比 给他们支持给他们鼓励 最好的家庭教育 前提条件是父母的恩爱 钟立提和张伦硕结婚已有五年 虽然生活中少不了 磕磕碰碰的小摩擦 但是不可否认 他们的恩爱有增无减 一言一语 一个眼神间都是依赖和信任 2021年转眼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 谈及今年的计划和目标 中立题依旧有许多期许 理想清单一倍好 一定要实现它哦 我一直都很喜欢 没有放弃过演戏嘛 但是希望我们可以 遇到一个好的剧本 对 家庭之外 我一直都是保养自己 就是不管是家庭还是什么 我还是觉得我今年 我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让你自己更健康 更美 然后我可以得到一些 更好的方式 可以分享给大家 记者陈湘芸上海采访报导 记者陈湘芸上海采访报导 激动 興奋 蛮有新鲜感的吧 对 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 带着点小激动 小兴奋和十足的新鲜感 时代少年团的少年们 在教导主任王祖兰和客外辅导员 腊母杨子的保驾护航之下 在给前辈们出招的道路上 大步挺进 欢迎黎嘉宇 冯剑 郭金飞 欢迎 我们掌声 請您們有請明道 陸海成員汪東愁 節目中既有少年們 向前輩請教的環節 也有少年向前輩出招的環節 出招與接招 一來一回出氣不易 也其樂無窮 我稱郭敬飛 詠春 嚴浩翔 加油 我們現在節目越來越往 體力的方向動 體育項目開始發展起來了 基本上路易氣下來身體就痠了 感覺平時在舞蹈教室堆積的 一些壓力 然後身體很緊的那種力 一下子就散開了 因為前輩也放得開 所以說 我們也就都放得開了 對不起前輩 對不起前輩 當然在出招與接招的過程中 不管是少年還是前輩 好體力是必備的 各種才藝也必須說來就來 在雙方的切磋中 大家都受益匪遣 收獲很多前輩朋友 對 也收穫了很多前輩 傳遞給我們的經驗 是的 因為他們是來接招 然後也傳說給我們很多 他們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經驗 以及觀點 對我們來說也是受益匪遣 在過招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一種學習 也是一種尊重 也是一種表揚 還有就是致敬 我們也會好好的向前輩們學習的 他們挺厲害的 對我們也會變得很厲害的 作為每期都陪伴少年們的 教導主人王祖蘭 看到大家的成長也是十分安慰 每一期看到小朋友他們的演出 每一次看到他們的發揮 自己心裡面還是非常滿足 就好像現在老師也好 爸爸媽媽也好 反正看到年輕人發揮得好 是開心的事情 更多精彩內容 敬請關注東方韋視 每週五晚播出的 《接招吧!前輩》 希望讓大家觀眾朋友們看到 就是有這麼一群少年 在為了自己的夢想去努力 然後向前輩去請教 不斷地去學習吧 時代有我 少年無畏 接招吧 前輩 記者瞿鵬 胡良斌 余明江 北京採訪報導 電視劇《若你安好》便是晴天 正在東方衛視熱播 我們搶先來看 謝謝你送我回答 那快回去吧 好啊 你為什麼一直看著我呢 其實我一直都想跟你說 好啊 你可以直說 你嘴角有個醬汁 還沒有擦掉 我來吧 表哥 姐 哥你是怎麼認識莫凡他姐姐的 別跟我打岔 我們倆是工作關係 我問你呢 我 我不在家 你就往家裡帶女孩子 那你呢 我還沒問大半夜怎麼有男人送你回家呢 我跟你說啊 我們倆什麼關係都沒有 你倆要是單純 你臉紅是嗎 最近雪玲怎麼沒來我家了 我們倆就是同事關係 你是裝不懂還是真的不懂啊 我 接個電話了 什麼事 當然 她的感情 我先把你聽到 他說 我這樣說 你給你國父 我覺得不要不懂 我也是 我不在意 不同 这理由嘛 有 唐总 这么巧啊 好久不见啊 这绣坊啊 是咱们的主产 就算真的要卖 陪我们全族人同意才行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的家族成员里边 也包括了我的竞争对手 朱海天总经理 是这个意思吗 唐总 巧了巧了 万一绣坊 真的让这个朱海天 给买钱来怎么办 剩下费了 那你不担心吗 可是我记得 一开始我想要受过绣坊的时候 你不是反对的吗 我 没有吧 那是谁说我是个大奸商 你对我师父做的那些事情 我还蛮感动的 那你觉得是因为我对你师父好 你才觉得我好 还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好 我也是没想到 陆军会做到这种份上 我现在担心啊 祖宗留下来的产业 就会在他头上了 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信不信得过我 好了今天的文娱新天地 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